哈 Hello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这一期的视频是大家投票 要第一名的 要知道我的提升能量的好方法 所以今天就来了 其实呢 你们在屏幕前面看到的这个我 可能大家只会看到我生活当中的高光时代 以及我的最开心的 最有能量最有频率的时候 因为当我频率不高能量不好的时候 我是没有动力去录视频的 所以大家可能会猜测 维多是不是天天就这么美心美肺的 就是一副高频率的样子 当然不是 所以如果说你有的时候 也会经历各种低谷 各种低落的时候 觉得我就是连爬出床的那个动力都找不到 觉得我今天就是不想打扮 也不想学习 不想就是什么都不想做 那这一期的视频就我们啦 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样走出这种状态 OK 那我还是会以我个人的角度去说这个事情 开始之前呢 你们看一下我手上戴的这个 这个是太阳石的手链 这个是一个橘黄色的太阳水晶石 那据说呢 它的这种橘黄色很像太阳的光芒 以此得名 而且它会给人提一种温暖的自信的 驱散负面能量的这个功效 其实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看到这种颜色嘛 就是心理作用 大过实际作用 所以如果你对水晶的效果是相信的 你就可以试一试 如果说你不想花这个钱 其实我觉得有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你自己想象着一团光 进入你的身体 就是对应的这个水晶的光 它就带着这个功效去疗愈你的能量 所以对我来讲啊 其实我觉得有没有水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相不相信这个东西 OK回到整体 所以有很多时候啊 我就是早上起来觉得 哎呀怎么又是一天呢 今天干什么呀 觉得很没有意思 就除了起来以后 就好像除了吃 除了刷一刷YouTube上面那些视频 我就自己不是很想做什么事情 我不太想要输出 整个人就是一种 的状态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而这种感觉 其实是我非常想要摆脱的 因为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发现 董事会聚集着很多的自我批评 就是你为什么是这个状态 你不要是这个状态 或者我就会拿之前做错的一些事情 再在心里面去谴责自己 或者说去为难自己 说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或者之前犯过的一些错误 总而言之 我发现 当我没有起床的动力的时候 往往就是因为 我的思绪里面聚集着大量的批评 内疚 或者说 一些对于自己的苛责 简而言之 就是对自己太严格了 好像就是把心里的那个小孩呢 逼到一个角落去 就让他暂时和生命失去的连接 你想象一下 当你没有动力的时候 就好像是你批评一个小孩 你说你这个也做不好 那个也做不好 身体又胖 脸也不好看 你的成绩不如是谁谁好 你看你的作为也不如谁好 你说了一对以后 这个小孩肯定就是低下头来 可能浑身发抖 或者是不愿意和你目光指示 他没有那种能量去做 他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因为他接收到的这种攻击 本能的让他想要缩成一团 所以其实在我的创作过程中 我很有意识的发现 我有的时候是完全扩张开的 就是我什么也不怕 我什么都想做 我做这个可以做这个可以 就是满脑子都是自信的 往上升的想法 但是这样一个阶段过去以后 我又变成了回缩的想法 就是你这个也做不好 那个也做不好 就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 叫双向情感障碍症 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天才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坨屎 就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 轻微的会有这种良极的想法 有的时候觉得真的就是 阳光彩虹小白马 有的时候呢就是 所以这个状态其实是我 特别想要去找到它的症结 所以如果说你也是这样 我觉得提升能量的最好的 第一步的办法 就是我们意识到 让我们不开心的 闷闷不乐的 能量低下的思想到底是什么 对于我来讲是批评 是苛责 以及我对于自我价值的不认同感 就是我没有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没有觉得我的产出 我的这些工作是特别不可替代的 有价值的 就是我没有认识到我自己是一个多么 wonderful的人 所以我心里的小孩就很难自主的那种绽放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 所以尽管说提升能量会有很多的外在办法 也是一会我们就要讲到的 但是对于我来讲 当我发现 我能够看到我内心的那个小孩了 就是他 好希望 我能够认可 他的价值 他好希望我能爱他 能接纳他 我就是能够喜欢上现在的这个他 而且每天都夸他 很细节的夸他 不是很概括性的就说 你太棒了 你真好 你真优秀 这样的是没有力度的 没有 说服力的 我心里的那个小孩想要的是 拿出一件小事来 然后我要告诉他 你在这件事情上 为什么做得很棒 要 每天都做这个事情 每天都去肯定我自己 去鼓励我自己 我才会有这种持续不断的动力 所以 之前我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人生家庭不幸福 没有爱和肯定的话 那是不是就代表 我们这辈子就 完了呢 是不是 没有人爱我 没有人教会我 怎么爱自己 我爸妈也不愿意改变呢 是不是 这辈子就 代表我就是没有爱的了 然后后面我就 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后面我就突然意识到 其实哪怕是 父母我没有办法 给你想要的那种爱 但是 最最重要的那份爱 其实是来自于 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肯定的 所以一旦我想到这个 我就突然觉得自己是很有力量的 就是我不用去 等待 期待任何人来爱我 万一他哪一天要是不爱我了 就好像两只靠在一起的笔 他一走 我也要到 所以在这个频道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爱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就会让你相信 哪怕是没有第二个人这样 如果说你自己可以这样 去给你自己很多的力量和爱 其实就够了 然后当你再想象到 其实你 只是在这个小家庭里面出生 你可能觉得 我就只是我爸爸妈妈的孩子 但是如果你在往上数 就是你爸爸妈妈的 爸爸妈妈 在往上数 这些足足代代 几千几万代往上数 就你会发现 你一直都不是 只在一个三个人 四个人的小家庭里面 你是 就是几千万人的血脉 留下来 留到你这一代 其实你是 这个自然的孩子 你是宇宙的孩子 所以如果说 你在这个小家庭里 没有得到爱 没有关系 不代表 你这辈子就是很可怜的 说 哎呀 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家庭 我也没有爱 当我们看得很小 很钻牛角尖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可怜自己 就会走入一个 有一种自怨自艾的 然后抱怨这个世界的感觉 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 就是啪 放大一下 你会看到 我不是一个人 我不是这个小家庭 我是整个宇宙的孩子 我是整个宇宙里面的一个小生命 所以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 其实就是爱的产物 OK 所以这个就是提升能量的第一点 给我心里的小孩 很多的爱 肯定 鼓励和接纳 这些词听上去可能很模糊 可能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就来说一点 就是每次经过镜子的时候 说点好听的 你可以看着镜子对他说 我爱你 我现在就看着我的镜头的显示屏说 我爱你 你真的很棒 我今天呢 去发现你是一个很棒的人 每一次经过镜子的时候 夸自己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 你今天很漂亮呀 很阳光呀 很可爱呀 或者你今天 嗯 状态不错 可是我今天我就是喜欢你 我愿意改变 我愿意开始接纳 现在的你 来抱一抱 当你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 尝试看到 那个渴望爱的小孩 可能你现在看到的是满身缺点的 需要被指正的你 但是 我们从这一步 开始慢慢的改变 看到的是一个极需要爱的 极需要温暖和力量的小孩 你和你自己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当我发现我自己给不了自己爱和温暖了 就我怎么样我都拉不出来这个泥潭了 我就会去找我的精神导师 我的精神导师你们也都知道是谁 就是路易斯海 他在YouTube上面有很多的视频 我就会搜他的名字 然后随便点开一个视频 我就 根据当天的心情 他有一些视频呢 是教我克服恐惧的 有一些呢 是教我如何平安的顺利的 去接受改变 还有是教我怎么样爱自己的 我就会随便点开一个 然后边做我的事情 边听这些 有声书 或者是他的演讲 就我觉得 这个 应该就是人生的意义吧 就是 哪怕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但是 我们的声音 我们曾经的作品 还可以鼓舞正在 活着的人们 所以我想 现在的我的这个视频 应该也是 这个意义吧 就记得你永远不是一个人 你需要的力量和 智慧 其实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所以你也可以 去问一问宇宙 就是宇宙 我想要一个精神导师 你觉得他是谁呢 你可以告诉我他是谁吗 就是你 问 他就会给你答案 你敲门 他就会给你开门 OK 所以寻找一个精神导师 在你觉得就是没有力量 不想爬出窗的时候 找一个让你觉得温暖的 不会接纳的 不会评判你的 就是给你力量的人 作为你的第二父母 作为你的精神支柱 OK 好 那这两个讲完以后 接下来就是一些很外在的方法 比如说呢 早上起来 当我找到一点能量的时候 我就会去做一个早餐 这个早餐啊 我不想吃饭 不想做饭 很懒的时候 我就会把五穀杂粮 打成一个早餐壶 然后这样一天 我也不用买菜 也不用做什么 我就喝这个就好 首先它很容易消化 很容易吸收 我的皮和胃啊 都不用花大量的时间 把它打磨掉 再一点一点的吸收进来 因为它已经被磨成很细了 所以就会很快的补充我的气血和能量 女孩子的话呢 补补肾呢 就加一些黑的东西 黑豆 黑芝麻 黑米 加一些红色的 红枣 红豆 就是学一点养生 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OK 第二步呢 就是我会去化个妆 就像今天这样 其实呢 我头发没有洗 但是剪了刘海有个好处 就是如果洗了刘海 整个人就会看上去 像新的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 省时省力的美丽小技巧 那接下来呢 我就会把房间打扫一下 打扫房间的时候 我就会听路易斯海的一些演讲 有声书 当我自己看上去是清爽干净的 房间也是通风干净的 我脑袋也 感觉很舒服 我就有动力去做 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和你们去沟通 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的状态 本来我觉得今天我什么都不想做 就是整个人有一种 后面我就一想 我就洗个头吧 后来就发现 洗了头 化了妆 就哪怕只是 涂一个睫毛 弄一个小眼线 画一个彩虹 口喉 整个人的感觉就 有的时候我觉得近视的人 把眼镜摘掉 戴一个隐形眼镜 就 对于我来讲就好像解除封印了一样 就好像就不太会陷入自我批评的陷阱里面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戴着眼镜 一不洗脸洗头 我整个人就很容易陷入低谷 有同感的 请达个一 所以今天就是 总结一下 第一步 和心里的小孩 好好的相处 给他爱 肯定 和接纳 告诉他 你很棒 你真的很棒 我真的很爱你 来抱一抱 第二步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不行了 没有动力了 就去找你的精神导师 来帮助你 接下来 做一顿好吃的 五股杂粮 补充身体的能量 接下来 洗个头 化个妆 换一身衣服 清清爽爽 接着 打扫房间 让你的环境 身体 心灵 头脑 全部更新 你自己的状态 就会很不一样了 好了 这期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我和你呢 就在下一期的 视频当中 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